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特朗普的音乐使用权问题 以及贺锦丽在竞选中的资金筹集成就 首先 摇滚乐队Full Fighters 对特朗普未经授权使用其歌曲My Hero的强烈反应 再次引发了对音乐版权和政治使用的激烈讨论 每当特朗普在集会上使用这些音乐时 都会引起众多艺术家的抗议 包括Adel,The Rolling Stones和Queen等大派乐队 Full Fighters的立场 无疑将这一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挑战了我们对创作和政治之间界限的理解 与此同时 贺锦丽在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 其筹款能力也令人瞩目 在短短一个多月内 她成功筹集了5.4亿美元 创下全球选举史记录 这一成绩不只是数字的堆砌 更是她与选民之间建立信任的体现 贺锦丽通过感人的故事和清晰的政策主张 赢得了广大支持者的心 她的表现无疑为她的竞选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深入解析这两个事件 如何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相互交织挑战传统观念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朗普的音乐问题 Full Fighters的强烈回应 欢迎来到明镜 想点就点 今天我们聚焦于摇滚乐队 Full Fighters对特朗普的强烈反应 以及音乐版权在政治舞台上的复杂问题 近期 特朗普在一场集会上 未经授权使用了Full Fighters的经典歌曲 My Hero这一举动引发了乐队的强烈不满 Full Fighters的代表明却表示 如果特朗普曾经询问过 他们绝对不会同意使用这首歌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在政治活动中 未经授权使用音乐 Adel The Rolling Stones和Queen等大派音乐人 都曾公开反对特朗普使用他们的作品 这些事件每次都会引发 关于音乐版权和政治使用的激烈讨论 Full Fighters的回应 无疑将这一问题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Full Fighters的官方声明中 乐队成员毫不掩饰他们对特朗普的反感 他们指出My Hero是一首关于真实英雄 和普通人勇气的歌曲 而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和个人行为 显然与歌曲的精神背道而驰 乐队成员Dave Grohl 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的音乐是为那些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创作的 而不是为那些试图利用它来为自己 谋取政治利益的人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音乐版权的问题 它还反映了艺术家们 对其作品被滥用的深切担忧 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它还是一种表达情感和传递信息的强大工具 当它被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时 这种滥用无疑会让艺术家感到愤怒和失望 贺锦丽的竞选资金 强势支持与创纪录的筹款 在另一边 美国副总统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Kamala Harris 最近也成为焦点 自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以来 贺锦丽已经筹得了5.4亿美元 约42亿港元的竞选资金 这一消息 无意为她的竞选活动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尤其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DNC期间 捐款数额显著激增 贺锦丽的竞选经理迪龙 Jen O'Malley Dillon 表示 捐款的激增反映了选民 对贺锦丽的支持和期待 也展示了她在民主党内的强大号召力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贺锦丽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和演讲 成功吸引了大量捐款 她不仅发表了多场充满激情的演讲 还通过社交媒体与选民互动 进一步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她的演讲内容涵盖了 从经济复苏到社会公正等多个议题 展现了她作为领导者的远见和决心 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 贺锦丽在大会上提到了一位名叫玛丽的单亲母亲 玛丽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 但依然坚强地抚养着两个孩子 贺锦丽在演讲中表示 像玛丽这样的普通美国人 正是她竞选的动力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这些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机会 这个故事不仅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 贺锦丽的筹款策略 创新与亲民的结合 据《经济日报》和《星周网》报道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采用了多种创新手段 包括线上筹款活动 社交媒体宣传 以及与各界名人的合作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贺锦丽的团队通过发布一系列感人至深的视频和故事 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的关注和支持 贺锦丽还积极参与各种线下活动 与选民面对面交流 倾听他们的心声 这种亲民的作风 使她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大量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她在演讲中多次强调 将致力于推动社会公平 改善医疗体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要议题 这些都深深打动了选民的心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还透露 他们将继续努力 争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筹集更多的资金 以确保竞选活动的顺利进行 团队发言人表示 我们不会松懈将继续全力以赴 争取更多的支持和捐款 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贺锦丽的筹款成绩 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在国际上引发了热议 许多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 称赞她的筹款能力和竞选策略 分析人士指出 贺锦丽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她个人的魅力和能力 更是因为她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和理念 能够与广大选民产生共鸣 音乐与政治 一场关于版权的持续战斗 回到音乐版权的问题 特朗普的行为也引发了音乐界 对版权保护的更广泛关注 尽管当前的版权法已经相对完善 但在实际操作中 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仍然被擅自使用 Full Fighters的强烈回应 再次提醒了公众 音乐不仅是创作人的心血结晶 更是他们身份和价值观的体现 过去几年 特朗普团队在政治集会和广告中 多次未经许可使用音乐 引发了一系列诉讼和版权纠纷 Rolling Stones在2020年 威胁要对特朗普团队采取法律行动 称其在竞选活动中非法使用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同样 Adel和Queen也曾要求特朗普 停止使用他们的作品 音乐版权不仅涉及法律问题 还关乎艺术家的自我表达和创作自由 每一首歌曲背后 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背景 当他们被用作政治工具时 这种意义往往被歪曲或误解 Full Fighters的这次回应 不仅是对特朗普的抗议 更是对音乐版权和艺术家权利的坚定捍卫 展望未来音乐与政治的边界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音乐版权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艺术家们正越来越多地意识到 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并开始更加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Full Fighters的强烈回应 以及贺锦丽在竞选中的成功 都展示了音乐和政治 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贺锦丽的竞选活动 不仅展示了她的领导能力和政策远见 更体现了她在吸引选民 支持方面的创新策略 她成功地利用社交媒体和感人故事 与选民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展示了现代竞选活动中的新趋势 同样 Full Fighters的回应也提醒了我们 音乐在政治中的作用远不止于背景音 它是情感和理念的强大表达 无论是音乐版权问题 在台上将继续看到这些问题的复杂交织 艺术家们将继续为他们的权益而战 而政治候选人也将继续寻找新的方式 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精彩的故事 和深刻的讨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记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我要说 特朗普未经授权使用Foo Fighters的My Hero 明显是侵犯了版权的行为 你知道 他好像觉得自己是美股市场上的My Hero 但显然Foo Fighters并不这么认为 使用别人的音乐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光环 这就像是偷别人的午饭 还夸赞自己节俭一样 不仅无礼 还完全不正当 楚天书这么说也太上纲上线了吧 我是谢奇奇 特朗普使用音乐为授权是有点不妥 但要知道 政客们都喜欢用流行音乐来打鸡血 我敢说 连林肯要是活到现代 也可能会在Gettysburg Address上放一首Beyonce的Run the World Girls 更何况 特朗普的支持者没准反而觉得这很酷呢 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战略呢 哎 谢奇奇 你知道酷这个词 可是有点高估了特朗普的魅力 问题在于 他不仅侵犯了音乐人的版权 还在不断地重复这种行为 你记得Adel The Rolling Stones Queen 都公开反对他使用他们的歌曲吗 这就像是个惯犯 你不能总是说 哎呀 他只是想让现场气氛更好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也太忙了吧 光是这些版权纠纷 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天书 别急嘛 我们来点历史趣闻吧 谁还记得当年李根用 Bruce Springsteen的 Born in the USA呢 结果被喷得满脸灰 政客们借用流行文化来拉近于选民的距离 这不是新鲜事 贺锦丽也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吸引年轻选民 难道他也要被批评吗 说到律法问题 那些音乐人完全可以诉诸法律 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戏剧化 哦 我忘了 美国本来就很戏剧化 谢奇奇 你这就像是说 因为偷了别人的早餐面包而被批评 所以偷午餐沙拉也无所谓了 问题在于 不管是谁 侵犯版权就是侵犯版权 贺锦丽的募款策略 至少是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 他并没有盗用别人的创意来拉选票 摇滚乐队的创作是他们的心血结晶 不容随便被当作政治工具 特朗普总不过是在利用别人的名头为自己增光天才 可他忘了 这些音乐人并不是他的粉丝 楚天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们来看点数据吧 据统计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在乎这些版权问题 反而觉得他的行为很有繁体质的味道 毕竟他的支持者可能根本不知道Full Fighter是谁 还以为这是某个新的反派角色呢 更何况这种小事对他的竞选影响微乎其微 人们关心的是经济、移民、就业 而不是他放了什么背景音乐 再说 每次版权纠纷爆出 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不见得会下滑 这难道不是种奇异的宣传效应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